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15日 星期日 有一則消息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 涉及了兩個問題 一個是防疫 一個是足球 兩件事其實都是由政治衍生出來的問題 跟大家說說 自從獲得2023年亞洲杯舉辦權之後 中國方面積極籌備工作 並且決定由北京 天津 上海 重慶 成都 西安 大連 青島 廈門 以及蘇州 聯合舉辦2023年的亞洲杯 中國來說 足球一直都是備受爭議的項目 無論是聯賽還是國家隊 歷來也備受指責 但是在舉辦賽事方面 中國的能力是外界認可的 即是踢球就不行 中國的能力是一個硬件 建這個球場沒有問題 中國一定辦得到 要建多大都可以 無論 這次 中國 是怎樣也好 他們也會認為 不要說踢球了 中國有信心舉辦一屆成功的亞洲杯 中國隊 可能在亞洲杯上有好成績 其實他們也知道自己也沒辦法踢出水準 但是 這個並不代表舉辦亞洲杯沒有意義 反而 這個對中國足球是一件好事的說 眾所周知 很多人都喜歡足球 就是因為 被足球的氣氛所感染 如果亞洲杯 在中國舉行 10個城市 的球迷 甚至乎全國各地的球迷 都會去到現場觀看比賽 包括那些喜歡趁熱鬧的球迷 都會關注亞洲杯 屆時 亞洲杯和足球就會成為 大家茶餘飯後的熱點話題 雖然 沒有辦法直接幫助中國足球 但是關注到工作 以後 大家對於足球的熱情和信心都會提升 長遠來說 對足球 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尤其是小朋友 經歷過一次家門口主辦的國際城市 會讓足球成為他們心目中的美好回憶 或許他們就是下一個舞女 至少是一個喜歡足球的球迷 可惜 情甜疲力 昨天 亞洲杯的組委宣布 由於沒有辦法滿足 亞洲足聯對於亞洲杯 完全開放模式的辦賽硬性要求 中國 唯有放棄舉辦2023年亞洲杯 放棄舉辦2023年亞洲杯 亦意味著 放棄了這次有利於中國足球的好機會 但是疫情 形勢嚴峻 我們不得 不如此 好了 說了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其實中國人對足球 是一個很熱衷的一個運動 不過 由於中國的足球隊實在太不爭氣了 所以 他們只能夠 寄望 通過主辦的賽事 得到那些界外的滿足 自己贏不到比賽 也打算看看吧 不過 我們對於大陸 其實在這個足球方面 那種 既矛盾 又熱愛 但是 又恨得牙養養的心態 覺得很好笑 前一陣子 香港的足球隊叫做結智 成功打入了亞洲杯 好像十六強 是這個香港足球隊來說 是香港球會最好的 這個表現 竟然可以打進去 反而中國的中超聯 全部都被淘汰 輸到7比0、8比0、9比0 全部都被大炒 反而這隊叫做結智 在香港也不算是頂級的球隊 也不算是頂級的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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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對於中國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香港那麼小的地方 那麼小的筆席 那麼小的錢 都可以打得很好的成績 絕對不是錢搞得好 是鬥志 而大陸人往往 在足球方面 是表現出他們那種 不合作 個人主義 貪圖享樂 不是好好訓練自己的技術 我們看到舞女可以去到西甲愛斯賓路 原因就是 西班牙 很舔共 很想舔中國的市場 請一個大陸的球王去 基本上在那裏長期坐冷品椅 打西班牙杯 這些比較刺耀的賽事 舞女才有機會上陣 打了那麼久好像有過一球 這個真是慘不忍道 平時基本上長期是不需要出賽 因為在西甲競爭那麼激烈的這個比賽 根本舞女完全 是沒有辦法 可以佔了席位 連正選也佔不到 是不是 他 就好像當年 那時候叫阿仙奴買孫繼海 然後當時的萬成買范志毅 當時的萬成是在甲組 還是在低一個層次的聯賽 打不到上去 還沒有上去 是否只是水晶工 我記錯了 總之是水晶工 買了這些球員是為了 拿中國市場 相反 在另外一個亞洲地區 日本和南韓 他們的足球事業已經是很好 打得很好 他們的聯賽經常可以在亞洲盃盃盃 包括 南韓的足球 日本的足球 有幾對 例如日本的川崎前鋒 六島六角 例如南韓的衛山現代 全北汽車等等 這些 這些都可以說是亞洲盃是經常常客 甚至乎可以打得很好的成績 但是中國的球會 反而很差 他們扔了大量的錢進去 人又夠 又多人去跟你們 打氣 但是 也是要靠外援 而中國隊也是 現在他們有了幾個巴西外援 尤其是有巴西外援 在下場的時候 他們反而踢到球 但是巴西外援一沒了 他們全部都沒有 大家都會想想 中國隊 中國的足球 十幾億人 都找不到20個會踢球的人 去找一隊足球隊 你想想那個問題是哪裏呢 其實絕對是政治 因為 中國 任何人有思想自由 會有創作 會有天分的人 一定會被制度騙殺 我們看到他們 有黨委的存在 每一樣體育都要由國家操拔 誰的上位 視乎他能不能得到教練 歡心 後面有沒有後台 不是 他個人的努力 或是他 天分可以突破 當然有天分的可能會被外國球會看中 但是你看到 為什麼 那麼久以來 沒有一個中國人踢球 是可以 是可以 踢出成績 而南韓 日本 是有大量的球星 我們看到 很多南韓和日本的球星在歐洲聯賽 穩成 現在最出名 或是最成功的那個應該是在熱刺 當然之前也有大量的日本球星 名字那時候 說不到哪幾個 但是你會看得到 人家的足球事物是有發展 中國是沒有的 好了 說回這次亞洲盃 意思是烏之別克舉行 原因是中國做不到這個亞洲盃 官方要求 要全面開放 因為他知道 未來一年 政治上 中國的疫情 也會繼續進行 這個不是因為病毒永遠不消失 而是 中國人 被政治 控制 凌駕 政治已經決定了明年病毒要繼續存在 因為要封控人類 封控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人類 而不是封控全世界的病毒 因為病毒從來都存在 只是你怎麼去演繹 現在他告訴你 我們收到很多大陸的相片 那些影片 那些人是瘋狂的 在雪山上 那些人排隊去檢測 在沙漠 在雪山 那些地方 你想想想有沒有病毒呀 戰爭打了那麼久 你有沒有看到人說病毒感染 有沒有看到人說檢測呀 做核酸呢 沒有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大陸 在玩什麼呢 然後 昨天 是英國的足總盃決賽 當然 賽果是0比0 最後 12碼決勝負 利物浦 12碼6比5就贏了 這個車仔 這件事證明了什麼 整個溫步內球場 10萬個球迷坐爆了 人山人海 其實之前的歐聯也是一樣 歐聯也是一張照片 告訴全世界人 中國是一個愚昧的民族 中國政府是一個弱智的政府 全世界都開放了 為甚麼中國 還要當這個病毒 是一個世紀病毒呢 本身就是傷風感冒 是不是 其實 越來越多賽事 不知道有甚麼賽事 只是你播放球場的相片 就可以告訴你 你們 是弱智的 你們 是愚昧的 是無知的 原因 因為共產黨 當你們 是生口的 是嗎 當你們是豬的 防疫 當你們是感染豬瘟的 動物 亞洲杯 這個 不在中國舉辦 也可以告訴大家 中國人 封控的措施 要持續到明年 這個 當然大家聽起來會很失望 但是 有共產黨一日 你們的日子 也會繼續苦落 這次 是在和平時期 的一場人道災難 也會在中國發生出來 跟當年1958年至1959年至1962年大饑荒 一樣 風條雨純沒有任何情況下 中國人 餓死 而糧倉裏面 所有的食物 是爆倉的 這節時間 我們先趕到這裏 拜拜